我肯定了… 當街當巷發生脅持事件? 昨天早上,尖沙咀發生懷疑非法禁錮案 一名女子被人脅持上私家車 她不斷大聲呼叫,驚動周遭的途人 很多人都紛紛報警求助 叫到還是聽到? 我在做事,剛巧我上樓上角樓 拿東西下來聽到很吵,才看出去 看到有兩個男人想推女人上車 那個女人就掙扎了幾下 其實那個時間很短,十多秒 然後推了上去 她一開車,我記住她的車牌 跟經理說,叫她看看要不要報警 但我們還沒打出去報警 原來已經有其他人報了幾晚 剛才十二點左右 一名女子突然在亞視來到 被兩名戴著Cat帽和口罩 身穿黑色上衣和長褲的男子 一左一右挾持帶上一輛私家車 而當時也有另一名男子在旁邊手指指 女子一度嘗試用腳頂著車身反抗 也不斷大喊救命 叫聲大到連位於一樓的發營屋都聽到 很快,當時用這個情況 只聽到她喊救命 就令她看著我 然後被人騎不上車 不過這名女子最後都是不敵兩名男子 被挾持上車 整個過程半分鐘都沒有 之後私家車往往各方向逃走 大批警員封鎖看口道 移昌街交界調查 現場遺限女事主的一隻鞋 在追查之後 警方昨晚在行安村行月樓對開 找回涉案的私家車 當時47歲的女事主也在車上 她沒有受傷,不需要送院 警方在同日晚上已經成功找回受害人 並且拘捕三名涉案的人士 在案發後 也曾經一同去過清衣一個公共屋村的停車場停泊 並隨即將受害人帶上樓上一個單位禁錮 至於車上的司機 是一名53歲無業的本地女子 她除了是這兩輛灰色車的登記車主之外 亦都是禁錮受害人單位的租客 於是我們以非法禁錮罪將她拘捕 找到一名39歲無業的本地男子 這名男子除了有份強行帶受害人上車之外 亦都在同日的6點 早上6點左右 也就是案發前的6小時 曾經去過受害人的住所 嘗試放火去燒受害人的家裡的門口 所以這名男子是以非法禁錮和縱火罪被拘捕 我們相信三名被捕人是與受害人互相認識的 而且受害人與最後被捕的34歲男司機 是有今前的糾紛